你好 欢迎收看5月29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台东县在今天新增了858例确诊个案 还有5名死亡个案 这5位民众年龄落在80到90多岁 具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开刀病史 其中两位打满3剂疫苗 而对于确诊民众 卫生局透过记者会 也说明快篩阳性经过医师诊断之后 判定确诊流程提醒民众 台东县今天的疫情 台东县今天宣布新增858例确诊个案 以及5名死亡个案的相关资讯 累计至目前为止 台东县一共有12,413例确诊 人在匡列隔离中的民众有1,980位 至于群聚感染的状况 县内仍有7间养护机构 2间伤脏机构 5个监所 以及2间医院有群聚感染的情况 在县内死亡个案的部分 今天宣布了5例 年龄则介于84到95岁 本身都有心血管疾病 以及开刀的病史 其中两位已接种3剂疫苗 对于26号开始实施的快筛养性 经医师判断后确诊的方式 仍有部分的乡亲不太了解 台东县卫生局也借着记者会 由局长向大家说明 离北就是透过健康义友APP这个方式 去寻找医师来评估 或者是说我们有提供一些资件给大家 就是要选择我们台东县的话 就直接诊手 有半毒的诊手 还有卫生手或是医院 打电话去跟他议约 那如果医生联络上了以后 在可能在太过LINE的方式 把这些图片来传给他 那如果都没办法的话 第三种就由亲人 拿着你这个卡夹 还有健保卡 去诊手 请医生给你判断 你得再有这几种方式 26号起新上路的措施 偏乡地区的民众 可经由医师人员 视讯诊疗评估后判定确诊 确诊比例也相当高 除了提供一般缓解药物之外 部分长者在医师诊断后 可以及时获得抗病毒药物 落实早期发现早期诊疗 减少重症风险 台东县原本只有医院提供 假日预约的名额 经过县府协调后 卫生所也加开了假日服务场次 请乡亲们注意各卫生所 更新后的服务时间 记载前轮综合报道